好 再來我們要看得到這個財神 再度敲門 因為大樂透連續第五天開出投獎 那投獎金額1億元 在台中市太平區開出來的 那由一人獨得 消息一出 民眾是擠滿了彩券行 要來沾沾喜氣 我們把時間交給蔡雨傘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過年期間 不少民眾都會買大樂透來試試手氣 昨天是逢年初三 又是夕陽情人節彩迷更加熱烈投注 即之前大樂透投獎 連續開出四次創下歷年春節加碼 連續開出投獎最多次紀錄 初三晚間投獎1億元再度開出 在台中市太平區的彩券行開出 已駐獨得 也將連續開出紀錄再推高為五次 消息一出附近民眾 急滿彩券行要來沾沾喜氣 就沾沾喜氣 你今天中獎 中獎 有啊 所以你特別來 來供給的啦 彩券行省已強強棍 看到客人落意不絕 老闆更是笑得合不龍嘴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開心 大樂透539 大樂透百萬 還有刮刮那個都開過投獎 15號開獎的大樂透投獎人獎 保證1億元 也將繼續加開9個春節大紅包獎後 投獎上看4.9億元的威力彩 也將在晚上開獎 想贏得大獎的民眾 可要趕緊把握機會了 以上最新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好這個五五說有帥哥斗內了好 是誰呢 他說他是玉山的古天樂 他說小鐵圓主播早安 我是玉山古天樂好早安 非常感謝你的斗內 然後我們的牛又出來跟大家拜年啦 好過年起點大家除了圍爐啊 這種團聚打麻將嘛 其實大家也很在乎的就是國運籤 到底抽出來是怎麼樣呢 那其實在大年初四的時候 這個台中市的大甲鎮藍宮 那也依照慣例 他們在早子時 也就是晚上11點的時候 迎神日拿抽出了辛丑牛年的四季籤 好那最受關注的這個國運籤 今年這個籤 施的這個標題是什麼呢 他寫的是 宋太祖河東大戰龍虎關 好那他的內容呢 有什麼的內容就是說呢 東西南北不堪行 好前途此事正可當 這個勸軍哦 把病莫煩惱 家門自由保平安好 那廟方的解讀哦 就說呢 這一張抽出來是小吉 那就說今年的國運哦 就是呢 世代交替的年哦 那產業經濟是大幅的漲跌 所以呢 是可以穩重的過關哦 那更要健全既有的基礎上 要來提振國家的聲望 那另外哦 在雲林縣的西羅正福新宮呢 14號的時候 他們也是抽出了國運籤哦 但是有別於去年 他們是抽了27支哦 才得到媽祖的同一今年哦 抽一次就定局了 那這個是由福新宮的董事長楊文忠 來解籤哦 他認為呢 這個施籤的內容可以解讀為 將是匹吉泰來好 所以是不是疫情要好轉 是不是我們的經濟要復蘇了呢 或許在未來這一年的確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否真的哦 匹吉泰來的 那另外哦 在台南這個南昆山哦 這個戴天府 好大年初一也就是2月12號的時候 他們就抽出了第50籤哦 這個新有國運籤 好籤詩呢 他是說這個居爾何須問聖姬 那自己心中皆有意 於今且看月中尋 那兇士拖出化成吉 好但是各界的解讀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先來看這個藏頭詩哦 是寫什麼呢 君自於兇 或是呢 兇於自君 這四個字 好意外就引發網友熱議 有人就認為說 哎 台灣的壞事 恐怕都是來自於君王嗎 或是呢 君王來自兇悍的人 好有網友就直呼 哎 簡直是嚇死了 還有人說真是靈驗啊 天機啊 不過呢 也有人發現了 這個藏尾詩 他是寫什麼呢 記憶巡集 好大家也認為了 哎 是不是真的是有匹吉泰來的意思呢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盼一下 未來這一年哦 希望台灣真的是可以越走越好 大家可以去描述